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奇怪 在哪裡啊 怎麼找不到啊 哥哥 你在找什麼啊 我在找 我在找一張照片啊 就是我們上去海邊的照片嘛 怎麼不見了 雅雅妹妹你有沒有看到啊 照片 奇怪 哥哥 你是不是這一張啊 就是這一張耶 雅雅妹妹在哪裡找到的啊 哥哥 你都不說好 我是剛剛在地上撿到的 地上 好啦 不過雅雅妹妹啊 真的謝謝你喔 因為這張照片 對於哥哥我來說 可是非常重要 充滿回憶的呢 看看這照片裡面 有藍藍的海洋 還有充滿白白雲頭的天空 真的是美麗極啦 真的耶 哥哥 這張照片好美喔 你看 有藍藍的海 還有白白的雲耶 對啊 哥哥 我有一個小小的問題要問你 好啊… 有問題就要提出來 這才是龜小孩唷 就是啊 海水為什麼是藍藍的啊 而不是紅色啊 白色啊 橘色的 哇 雅雅妹妹 你這個問題其實問得 非常的好喔 其實啊 為什麼海水看起來 會藍藍的呢 這是因為啊 這樣好了 雅雅妹妹 現在啊 瘋狂博士我 就帶著你 還有各位小朋友 一起去認識 為什麼海水是藍色的 好不好 好 好 我們現在 張大眼睛 竖起耳朵 出發囉 走 好藍好藍的海喔 看得瘋狂博士我啊 這樣跳下去玩一玩呢 欸 小朋友 你們有沒有很好奇 為什麼海水看起來 會藍藍的呢 但是啊 如果我們拿一個杯子 把海水搖起來一看 哇 奇怪 為什麼跟自來水一樣 是無色透明的呢 那為什麼瘋狂博士啊 我們每次去海邊玩的時候 海水看起來都藍藍的呢 到底是誰遞這個海水上顏色的啊 各位小朋友 其實啊 海水真的是無色透明的喔 可是啊 它今天看起來會這麼的藍 完全是因為 陽光的巧手裝扮喔 因為我們所見得到的太陽光 是由不同波長的電磁波所組成的 其中啊 我們眼睛可以看得見的 叫做可見光 分別為 紅 橙 黃 綠 藍 電 紫 等七種顏色光喔 當陽光照射到大海上的時候 紅光 橙光等等 這些波長較長的光啊 能繞過一切子外 勇往直前 所以啊 它們在前進的過程中 卻不斷地被海水 和海裡的生物所吸收 但是啊 大部分波長較長的光 一遇到海水的阻礙呢 就會紛紛散射到周圍去了 或者啊 乾脆被反射回來 但是啊 像藍光 紫光 這些波長較短的光 雖然也會有一部分 被海水和水底的海藻所吸收 但是啊 大部分都能夠穿透海水 使得海水看起來 變成藍色以及綠色的 再往下去 只有藍色系的光 可以穿透進去 因此海水呢 就變得藍藍的啦 就像現在 我們所看得到的 藍色的海水 就是被陽光中的藍光 和紫光所散射 或被反射出來變成的 因此啊 海水越深 所散射和反射的藍光 就越多 所以啊 大海看上去 總是藍色的 但是 只要海水到了 100公尺以下 就會連藍色系的光 都會無法進入 漸漸的啊 海水就變得 黑漆漆的一片了 小朋友 說到這邊啊 你們到底了解了沒呢 沒關係 因為接下來啊 我們要找到 瘋狂地理劇的大哥哥 大姐姐們 用表演來告訴你們 更多關於 海水為什麼是藍色的小故事喔 走 瘋狂地理劇 有一天阿福在海上捕魚時 卻陰錯陽差地到了海底世界中 遇到了專門掌管海底世界的海龍王 還有啊 在他身邊的兩位小蝦兒和魚兒 但是呢 阿福不小心得罪了魚兒 這蝦子該怎麼辦呢 小朋友啊 我們就一起去看看吧 唉呦 奕夫啊 喂 水仔啊 好痛不想而救我 妳看它叫妳不要那麼貪吃 妳都不聽 怎樣是怎麼這麼慘啊 我救命啊 你是誰啊 我是不是逃婚啊 我怎麼看見一隻蝦還有一隻鱼 站在我面前啊 你敢欺負我 我有沒有聽錯啊 他們不但穿著奇怪的衣服 還會講話 什麼跟什麼 我在問你問你耶 根本都不回答 我看起來像是壞人嗎 兩位大爺 不好意思喔 我的名字叫做阿福啦 我是一個孝順又勤勞的漁夫喔 我家裡還有我媽媽在等我 所以你們可不可以原諒我 放我回去啊 不行啦 我都受傷了啦 我要跟海龍王說 魚兒啊 其實這都是你自己不好 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 陌生人的東西是不可以亂吃亂碰的 你自己不聽 誰叫大拿我最喜歡吃的東西 來害我媽 那你自己說說看 你有哪一樣東西是不喜歡吃的啊 兩位大爺 不要再為了我的事情吵架了好不好 今天都是我的錯 可不可以原諒我 趕快放我回去啊 我的媽媽如果等不到我的話 她會很傷心難過的耶 我才不要接受你的道歉呢 我現在就要去跟海龍王說 哼 魚兒 不用啦 跟他說又不聽 對了 阿福啊 你不要再叫我們什麼大爺大爺的 我啊 可是有名字的喔 我就叫做蝦兒 而剛剛那一位走的就叫做魚兒 蝦兒 蝦兒大爺你好 早知道我今天出海捕魚喔 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就不出門了啦 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呢 你...你是誰啊 海龍王 就是大就是大 看人家受傷好痛喔 海龍王啊 其實是魚兒自己的錯喔 我早就告訴過他 陌生人的東西啊 不可以亂吃亂碰 他自己不聽 誰叫他來我最喜歡吃的東西嘛 可是你有哪一樣東西 是不喜歡吃的啊 不管 反正都是這個人類的錯啦 海龍 好啦...蝦兒 魚兒 你們別再吵啦 吵著我頭啊 都痛啦 對啦 小朋友 你們好 我就是掌管這個海底世界的 海龍王喔 那年輕人 我問你啊 你叫什麼名字啊 海龍王 你好喔 我的名字叫做阿福啊 我是一個勤勞又孝順的漁夫 我媽媽她還在家裡 等著我捕魚回家 所以你可不可以原諒我 讓我回家 求求你啦 喔 原來你是個漁夫啊 可是我要怎麼相信 人類說的話呢 啊 呃...不要這樣子嘛 我句句實言喔 我媽媽真的在家裡等我 如果她等不到我啊 她會很傷心難過的啦 要我相信 可是你要經過個考驗才行啊 啊 還要經過考驗喔 那會不會很難啊 好吧 為了要早一點回去 不要讓我媽媽擔心喔 我決定接受你的建議 哇 真是一個孝順的好青年耶 沒有啦 好啦 仔細聽啦 這個水是透明的 那為什麼海水卻是藍色的呢 我給你三次回答的機會 海水為什麼是藍色的喔 不是 這個好難喔 好...海水 喔 就是因為海裡面啊 有很多很多的藍寶石 所以水看起來就會藍藍的 對不對...對不對... 你還有兩次回答的機會 拜託 我們海裡面哪有那麼多的藍寶石啊 還有兩次喔 好難喔 不會耶 好熱喔 好熱好熱喔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就是因為太陽對不對 你 滴泥 不對 不過你的答案已經很接近了 很接近喔 跟太陽有關 今天的太陽好大喔 陽光好強喔 我知道了... 就是因為太陽的陽光照射到水面 所以才會反射 使海水看起來藍藍的 對不對 你終於答對了耶 你可是這幾千年來 已經第一個答對我問題的人喔 真不愧是個又孝順 又聰明的好青年啊 好啦... 那你現在就趕快回家吧 海龍王 謝謝你喔 恭喜你啊 謝謝 蝦兒 魚兒 你們就負責把阿芙送回去吧 趕快回去了 是 蝦兒 海龍王 謝謝你們喔 還有魚兒 對不起喔 害你受傷了 好啦 那我決定囉 那我明天開始啊 我就不當漁夫了 我去當農夫好了 好啦 不要再說了 你媽媽不是還在等你嗎 趕快走... 對... 謝謝海龍王 拜拜 走吧 再見 謝謝 好... 好... 各位小朋友 你們都看到了嗎 阿芙真的是個又孝順又聰明的好青年 你們可要多多跟他學習啊 剛剛瘋狂地理劇裡面的大哥哥大姐姐表演得好精彩喔 看得丫丫好想跟他們一起表演啊 那麼丫丫妹妹啊 剛剛經過了我們瘋狂地理劇的大哥哥大姐姐們的介紹 還有我瘋狂博士的介紹啊 現在妳對於為什麼海水是藍色的有沒有更有概念了呢 有啊 有啊 我知道了 原來透明的海水是因為陽光的關係 所以才是藍色的喔 大自然真的很奧妙耶 沒錯 沒錯 美麗的大自然 所以啊 各位小朋友 我們千萬不能隨便破壞我們的大自然喔 要好好的保護它才是 那麼接下來啊 各位小朋友 我們要把眼睛張大 耳朵豎起來囉 對 等一下啊 會有壓壓最愛喜歡的漢堡爺爺還有布丁奶奶 他們要告訴小朋友 海水為什麼是藍藍的地理小百科喔 哥哥 我們趕快一起去看吧 好... 不知道各位小朋友有沒有跟雅雅妹妹一樣 喜歡聽漢堡爺爺還有布丁奶奶說故事呢 現在 我們就起來聽今天的地理小百科 哈囉 各位小朋友 大家好 我們就是上通天文 下通地理的 布丁奶奶 還有我 漢堡爺爺 漢堡爺爺 你知不知道 今天我媽講的主題是什麼呢 漢堡爺爺 起床啦 你怎麼睡著啦 對對對 我沒有睡著 我是在思考 當小朋友都瞭解了海水為什麼是藍色的之後啊 會不會認為全世界的海水啊都是漂亮的藍色呢 這個布丁奶奶我可要好好的考考你囉 哎呦 這可考不倒我喔 我告訴你們 小朋友 世界上海水不是都是藍色的 也有黃色的喔 哎呀 在這個大陸外海有黃海跟渤海 他們的顏色就是土黃色的 哎 沒錯 沒錯 當我們坐船啊 往這個大陸沿海的北方走啊 遇到了黃海跟渤海啊 就會看見一整片的黃土色海水喔 這是因為河川啊 從這個陸地上呢一直搬運泥沙 沖到海水之後呢 就是這個海啊變成黃土色的喔 喔 然後再來說到的是黃綠色的海 喔 為什麼呢 因為啊 在淺海的地區 常常呢有一些海藻長在裡面 它們就是綠色的啊 然後再經過太陽光的紅光 黃光 塵光 反射混合反映出來的 哎 就是黃綠色的啦 喔 好 好 那接下來呢我要說一個紅色的海 喔 有紅色的啊 地球上呢最熱的叫做紅海 紅海為什麼看上去是一片的紅色呢 是因為水面上飄浮很多紅色的小小蟲 使得這個海水呢看起來呢是紅色的 這名稱就是這樣來的喔 喔 那接下來要介紹的是白海 有 稀奇囉 好 特別吧 哎呀 在這個海面上啊 常常覆蓋的一層白雪 就一眼望去啊 潔白無暇 它就位在蘇聯的西北邊 也由於那邊啊都沒有下山的太陽 所以呢 就都是白天啦 於是就會叫成白海啦 喔 那布丁奶奶啊 那你知不知道有這個黑色灰色髒髒的海水呢 有 在哪啊 我怎麼沒聽過啊 喔 這個我一定要提醒大家喔 這個人類啊 常常把這個垃圾還有工業的廢水排放到海水裡面去啊 就這個人類的污染啊使得海水變得髒髒臭臭又灰灰的啦 哎呀 哎呦 汉堡爺爺 我們真的要好好的反省啦 嗯 不能再這樣下去啦 那個垃圾千萬不要再丟進海洋裡面啊 這個海洋就不能保持美麗跟乾淨了對不對 嗯 沒錯沒錯 大家要記住喔 地球啊只有一個 保護地球啊是大家都有責任的喔 嗯 哎呀 就看看這個時間 哎呀 也差不多啦 我們又開始看小朋友唱歌跳舞啦 嗯 好 那我們就趕快出發吧 嗯 走囉 一起逗逗腦 各位小朋友 大家好 各位小朋友啊 剛好看好了漢堡爺爺跟布丁奶奶的 地理小百科之後啊 相信你們對於台灣的地理 有更多人知囉 哦 那麼現在啊就輪到瘋狂博士我 出題要考考你們囉 請問海水新聞受到什麼影響 而看起來像是藍色的呢 哇 各位小朋友 一起動動的想答案好不好 好 好 一起來囉 只有腸道腦 腦袋在胃爺 巧巧地理家 馬上就出發 YA 新ít 五五 四 七 一二三 3 2 1 1 2 3 4 5 5 6 在彩虹的风浪 出色圈 出色圈 又向上 又向下 反处的颖气咚咚断 天丸地里要远行 选择打开处置 跳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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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晃晃 跟着晃晃 我是草 我是小小平的家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1 2 3 3 2 1 1 2 2 3 4 5 6 1 2 3 3 2 2 2 3 3 2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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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5 6 快乐来解答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 在听完这首欢乐的动动脑歌之后 你们有没有跟着风黄博士一起做动动脑操 还有想答案呢 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 请问 台水是受到什么影响 而看起来像蓝色的 答案就是 阳光 认真学习的小小弟弟家们 你们答对了吗 时间过得好快 差一转眼 要跟各位小朋友说再见 那么鸦鸦妹妹 关于今天的主题 海水为什么是蓝色的 你有没有更清楚了呢 有啦 鸦鸦今天可是很认真的在学习 像是海水为什么是蓝蓝的 我现在可是很清楚的呢 好好好 既然你这么厉害 那么疯狂博士我 就要考你一个问题喔 看你有没有认真学习 那有什么问题呢 好 那么就要问你了 请问 海水为什么是蓝色的呢 这么简单 就是因为阳光的关系啊 这么聪明啊 好 那我再考你一个小小的问题 好 就是请问 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太阳光 有哪七种颜色的光呢 哪七种 红 红 橙 黄 绿 蓝 蓝 哥哥 其他的我忘了耶 好 好 好 我就知道 没关系 就让我这无所不知的疯狂博士 来告诉你们吧 我们眼睛啊 所以看得到了七种太阳颜色的光啊 分别是红 橙 黄 绿 蓝 电 紫 现在你记住了没 哥哥 你好厉害喔 我好崇拜你喔 这是当然啦 所以啊 各位小朋友 你们有任何关于台湾地理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写信来问我蜂蜂博士喔 我一定一一为你们解答的 对了 还有各位小朋友啊 千万要记住喔 下次跟爸爸妈妈去海边玩的时候啊 千万不能乱丢垃圾 制造污染喔 这样一来啊 我们才永远会有 美丽的海边可以看喔 那么雅雅妹妹 现在啊 我们就要跟各位小朋友说再见了 好 各位小朋友 拜拜